哈囉大家好 我是Evan 幼威們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在上一部影片中呢 我們介紹了關於S23 Ultra這隻手機的 各種便利攝影功能 那在這部影片中呢 我只是將繼續介紹關於這隻手機的 各種錄影功能 錄影模式 以及好用的小技巧 就讓我們來開始吧 首先我們來介紹最佳導演模式 打開相機 向右滑 點選最佳導演模式 這個模式之下會同時開啟一個前鏡頭 和一個後鏡頭 後製鏡頭呢 總共有超廣角 廣角 還有三倍望遠 可以挑選 你可以從中找一個合適的來進行拍攝 如果你是常常會拍攝VLOG類型影片的話 這個模式會非常的適合你 好 今天我們來到了荒郊野外 可以看到前面有很多樹 後面呢 也有很多樹 O 接下來我們繼續介紹 慢動作模式 一樣在右側的更多 你可以找到這個模式 開啟這個模式之後呢 你所有的動作都會被錄製成 慢動作 錄製完成後 你就可以看到結果 這個模式很適合 用來營造一些戲劇化的畫面 再來我們繼續介紹 縮時攝影模式 在開始拍攝縮時之前 會先建議將手機放在固定的地方 例如腳架 來避免晃動 接著一樣點開右邊的更多 找到縮時攝影模式 點擊左側的選單 可以看到這邊有提供不同的速度可以選擇 那這個速度指的是加速的幅度 例如30就是把30秒融縮到1秒鐘 60呢 則是把1分鐘融縮到1秒鐘 通常在拍攝程式的人潮、車潮 我們會把加速度選擇在10到30的區間 那如果在拍攝日出日落的這種景觀 會選擇30到60秒這個區間 按下紀錄後 稍等一段時間後 就可以看到結果囉 除了拍攝風景 這個模式也很適合用來記錄 城市的人潮與車潮 在一般錄影模式中 輕輕點一下畫面左側的這隻小手 就可以開啟超穩定動態錄影模式 在這個模式中 拍攝的畫面會比一般的 錄影模式更加的穩定 來看一下畫面 你看得出哪一個是使用 超穩定動態錄影模式所拍攝的嗎 答案是左邊 雖然兩者差距其實不大 不過仔細看的話 還是可以看出左邊有稍微比較平穩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 超穩定模式會造成畫質減損 這在拍攝夜景的時候尤其明顯 所以我會建議避免在晚上使用這種模式 接下來和大家分享自動追焦的小技巧 在拍攝會移動的主體的時候 可能會因為主體的移動而導致失焦 這時候我們只要輕點一下主體 手機就會自動追蹤主體 進行持續的對焦 這樣就可以避免失焦囉 那如果主體整隻 跑到畫面外怎麼辦呢 除了手動控制以外 也可以使用下個我們要介紹的功能 自動取景攝影 在錄影模式中 我們可以看到右側有個方塊形的選項 點擊以後就可以開啟自動取景攝影 在所有功能中 我覺得這是最神奇的AI科技 開啟後 它會自動偵測畫面中的人物主體 並調整焦距 以確保人物可以在畫面中完整顯示出來 例如你靠近的時候 它會自動調整廣角鏡 這時候人物就可以完整顯示在畫面中 而當你離人物較遠的時候 它會自動調整成望遠鏡頭 以確保人物不會顯示過小 再來我們就要介紹比較進階的專業模式 專業模式比起一般模式 提供了更多的參數的調整選擇 不過對於對錄影比較沒有概念的人來說 會比較複雜 所以我這邊來簡單的講解一下 首先ISO的部分 指的是感光度 當這個數值越大 畫面的亮度就會越高 不過相對的畫質也會變差 快門則是指著每一幀畫面的曝光程度 當速度越快畫面就會越亮 一般我們在拍攝影片的時候 快門速度會是FPS的兩倍 那關於FPS我會在後面再做解釋 那如果你聽到這邊就覺得一頭霧水的話 沒關係 如果你只是想調整畫面的亮度的話 直接透過EV這邊調整 手機就會自動幫你透過調整剛剛兩個參數 來達成你想要的效果了 往上拉就可以變亮 往下拉就可以變暗 非常的單純 回來講解FPS的部分 FPS是Frame Per Second的縮寫 也就是每秒鐘的幀數 那什麼是幀數呢 所謂的影片其實是由一連串的照片所組成的 每一秒鐘總會有幾張照片 就是FPS的意思 在錄影模式的左側 我們可以找到關於畫質與幀數的選項 我們來做一個極端的對比 24FPS跟120FPS的差異 乍看之下差異不會很明顯 不過如果我們將速度放慢到五分之一 這時候24FPS會變成將近5FPS 而120FPS則還會有24FPS 這樣就可以看出24FPS有明顯的卡頓情況 所以當你在拍攝影片的時候 如果你本來就預計 在後製的時候將速度調慢 營造一些慢動作的效果的時候 請記得使用比較高的幀數來進行拍攝 另外如果你會在後製的時候進行裁切 或是會將影片放在比較大的螢幕上播放的時候 請記得使用比較高的解析度 例如4K或甚至8K來進行拍攝 關於畫質的部分 我有在另一部影片中做了詳細的比較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點擊連結觀看 接下來介紹對焦模式 專業模式的對焦模式總共有三種 分別是中央對焦 自動對準中間主體的模式 多點對焦 對準畫面中多個主體的模式 以及最重點的手動對焦模式 在手動模式之下呢 右邊會有個滑桿 讓你可以自己選擇對焦的焦距 當調整焦距的時候 如果有對到畫面中對應的主體的時候 你會發現主體旁的輪廓會出現這種綠色的框線 那這只是提醒你 你現在是有對到這個地方的 它實際上並不會出現在你的錄影的影片之中 不用擔心 透過這種對焦方式呢 你可以手動控制你的對焦速度 以此來營造一些情緒 如果你想要用手機來拍攝一些比較有電影感的影片的話 手動對焦是一個一定要會的技巧 那一天你離開了我 你說你要去更高的地方 你不是說好了 要幫我的影片按讚嗎 好整理一下情緒 我們接下來介紹最後一個技巧 滑桿縮放 一般錄影需要縮放的時候 我們通常會使用手指來進行縮放 但這樣的方法沒辦法用固定的速度來進行縮放 看起來會很不專業 當使用專業模式的時候 往右滑就可以找到這個Zoom Wide 點開後就可以利用滑桿 進行等速度的縮放 達成比較專業的Zoom In跟Zoom Out的效果 以上就是本次想和大家分享的內容 那如果你覺得內容有幫助的話 歡迎幫我按個讚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關於攝影、錄影 相關的內容的話 歡迎按讚、訂閱、追蹤我的頻道 非常感謝你看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